现任总统拜登又公开失言 拜登四日在拉斯维加斯演讲时 宣称他最近与已故三十年的 前法国总统尼特朗会面 惊呆现场所有支持者 拜登近期口误评传 让部分美国民众担心 他是否适合竞选连任 拜登2024年最可能遇到的对手川普 今天也面临司法上的大挫败 川普质疑2020年大选结果 遭裁定将不受总统绝对豁免权的保护 判决书中写道 无法接受前总统川普宣称 总统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去犯案 上诉法院三位法官组成的 何议廷一致裁定 否定川普宣称享有绝对豁免权 可豁免他在白宫期间的刑则 何议廷法官在裁决书中表示 会等到12日才做出正式裁决 留时间让川普向最高法院上诉 川普遭到联邦刑事起诉后 川普律师团仍设法用拖延战术 将官司裁决的时辰 延到大选选举之后 另一方面 川普未来可能的副手卡尔森 日前传出于普丁见面 二媒拒绝评论 但卡尔森紧接着在X平台上表示 他将很快对普丁进行专访 加持他的计划成真 这将是俄乌开战以来 普丁首次接受西方记者采访 记者综合报道